一個叫李慶的人 留下了一個推特 他說 加里略當年因為日深雪被審判 他出來的時候 學生激動地衝過去急切地問 老師 你頂住了 加里略說 我屈服認罪了 學生很驚嘆 認為 為甚麼 加里略淡然說 因為我怕癌臭 學生怒哭 每個英雄的國家真不幸 加里略搖頭說 不是 需要英雄的國家才不幸 到底 是否像加里略那樣的說法 我想跟大家看看我的看法 第一就是 加里略被審判 日深學說 地球圍著太陽磚 而不是太陽圍著地球磚 這個學說 其實 今天來說 都一樣不對 其實宇宙之間沒有所謂中心 地球的確圍著太陽磚 但我們的太陽系 就圍著我們 Milky way 的中心來轉 而我們的Milky way 本身 亦都在亡亡宇宙之中 是有億萬個星系之中 其中一個星系 到底這個宇宙之中有沒有中心 答案是沒有 人人都是自己中心 那麼厲害就不重要了 但是 它也不幸因為 當時的西方國家 是宗教至上 宗教認為這個學說 是違反了他宗教裡面的 所謂聖經裡面的道理 因此他被審判 那麼 僑倖 加里略本身自己 和教王是非常好朋友 因此可以逃過大劫 否則的話 他就會變成巴喬 變成炭燒人 所以這個是他避過了苦難 是不是幸運 還是不肯運 大家猜吧 大家自己有不同的看法 但我覺得 所謂英雄不英雄 其實在任何情況之下 都會出現的 譬如 你過馬路 看到那個阿婆 盆生的過馬路 你扶她一把 這個就是英雄 我們要是這種人 我們不需要在災難之下 才會出英雄 所以 他說要英雄的國家才是不幸 這個未必是對的 因為不是一定 有災難 而災難這件事 也都不到國家去負責 有時 天災的東西 來到就是來到 不到你要不要英雄 你到時 事實上最重要就是 當需要英雄的時候 有沒有英雄在 任何地方 任何國家 都有可能有不幸 當不幸出現的時候 到底有沒有英雄才重要 而不是 因為你需要英雄的國家 才不好 因為這兩件事 我講到 第一個就是 英雄 可以出自本心 不需要做什麼特別大事 都仍然可以的英雄 而呢 當國家不幸的時候 沒有英雄 那才真的不幸 當國家遇上 不幸的時候 英雄配出 幫國家渡過難關 這是一個好事 另外還有第三件事 就是 加里拉自己本身 他想做英雄 都不行 是不是更加不幸 他提出一個 當時來說 可以說非常之震撼的理論 以理論 在他的角度來說是對的 但不可以這樣做 想做英雄 都不行 是不是更加不幸 不是有沒有英雄的問題 你想做都不行 我相信在任何一個人群之中 足夠大 一定有英雄 這些英雄 在有機會的時候 自然會做大事 但是在小事上面 一樣可以做英雄的 而當需要的時候 如果國家真的沒有英雄出來 這個更加悲慘 而在平時的時候 你想做英雄都不行 是同樣不悲慘的 所以我覺得 這篇文章值得大家深思一下 三點 人人都可以做英雄 第二點 可不可以做英雄 第三點 需要的時候 又沒有英雄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你們 謝謝